中国出机看广东,广东出机看湛江 这一期的视频给朋友们分享四家非常好吃的湛江白切鸡饭店 四家店在本地人的口碑中是相当好的 这四家店可以说各具特色,顺受本地人喜爱 朋友们可以具体看,这四家店的白切鸡到底是怎样的水准 算不算是比较顶级的白切鸡饭店 首先来到第一家,珍姐美食店 他们家的白切鸡,顺受街坊顾客的喜爱 下一桩49块钱一斤,下一桩45块钱一斤 对于晾鸡来说,这个价格不算贵吧 吃起来鸡皮爽滑,鸡肉富有嚼劲 搭配越西地区的沙江涮帽酱油吃起来非常美味 配的鸡汤哇哇菜是免费的 鸡油饭1块钱一碗 白切鸡做得非常不错,而且价格赋惠 所以这家店深受街坊老广的喜爱 每到饭店,里里外外全部傍满顾客 真的非常爱这种街坊老店,五星推荐 再来到这一家吃扇鸡的好地方 他们这里的出品真的非常地道 在当地已经开了有30多年了 下桩白切扇鸡,价格80多块钱 能看到这鸡养的时间绝对足够了 我就想问朋友们,从卖上看起来 这鸡算不算鸡皮亮鸡 金黄色的鸡皮,铁皮薄,肉脂厚实 皮肉之间略带脂肪 吃起来鸡皮爽滑,鸡肉富有嚼劲 鸡味特别香了 油脂冲盈,像这种扇鸡 搭配沙姜蒜末酱油吃起来 那真的是眼尖美味啊 或者搭配香菜吃起来 怎么越吃越上头 朋友们总让我分享一些保障好店 这些不就是保障好店咯 肥鸡美食五星推荐 再来到这一家做了几十年 也是神兽当地街坊狭爱的饭店 他们这里的白切鸡价格45块钱一斤 想问一下懂行的朋友们 在湛江当地,亮的白切鸡 一般都卖到这个价格吧 鸡的价格也算是比较透明的 亮的鸡一般都不会便宜 而亮的鸡都是散养 而且养的时间都要一两百天以上 白切鸡的火候有为重要 肉质粉嫩骨头呈现出胭脂红不带血 火候恰到好处能很好地锁住了肉质 亮的鸡就算它的鸡松部位 嚼起来口感也不会柴的 吃白切鸡我个人认为是稍微偏肥一点的 会更加的香,适当的鸡油会令鸡味更加的香浓 这间饭店的白切鸡做得非常不错 总体来说推荐指数四星半 在湛江做了几十年的白切鸡饭店 绝非浪得去明 再来到这一家乌鸡鸡饭店 每到饭点的时候总是爆满顾客 有外卖打包的,有糖食的 砍鸡的师傅非常认真负责 多余的边角料都给你处理干净 这里半只白切鸡价格54块钱 相对鸡的品质而言,我认为这价格算是比较公道了 素不适量的鸡给朋友们清楚的展示出来 我想请问朋友们从这卖相来看 你觉得这鸡算是怎样的水准 搭配沙江酸墨酱油或者姜葱浓 那真的是眼尖美味 视角之下鸡味香浓 幼豬的鲜味特别明显 不得不叹服在出鸡这个领域 广东人真的是无敌的存在 对于这么亮的鸡 这么好的食材白酌最能体现它的本味 就算外地的朋友尝试过这种做法之后 我保证你会一世难忘 这间乌鸡鸡饭店推荐指数无可行 以上分享的这些绝佳喉店 朋友们记得加我关注收藏转发视频了 发现更多绝佳的保障喉店 我是大地儿 我们下期见